请Chrystal 师姐 Chrystal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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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也是站在这个地方有点紧张 不要从哪里说起 那我是 我叫Chrystal 然后我是去年十月二十八号 那天开始跟着金明师兄 到了师姐一起禅修 然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为什么加入这个大家庭 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在很小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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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很困惑 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在五六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爸爸 我爸爸跟我妈妈 就是编冯画大公平以后 就是下放到一个广西最南边 一个那个宇春 在那个地方交述 然后呢 那个我们 那时候我们是唯一的一家人 住在 住在那个学校 然后 然后 那我们有送第五个 我是排第四 然后那个时候 我大概是五岁多的时候 然后那个学校 就是有十几条村子 就回着那个学校在中间 那时候呢 就是附近的村民 他们都是周末说在送葬 然后他们送葬 然后就看到送葬的人们那种哀嚎啊 哭啊 伤心欲解啊 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天天晚上在做梦 我就想呢 假如说人长大了以后 天天吃饭长大 就是到时候就会老 会生病会死 那我为什么要长大 那时候晚上经常做梦 在飘啊飘啊 然后就在坠落 可是看到下面有没有底的 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一直在困扰着我 可是当中呢 后来慢慢长大 也有很多 就是一路很顺利很开心 我就一直觉得好像 好像有股力量 一直在保佑我 那我当时我就想着 可能是我从小 我觉得比我哥哥姐姐 心肠会好 因为那时候看到我妈妈 因为文化大公年 我爸爸被整啊 那我妈妈就很生气啊 觉得我爸爸没出息啊 就觉得在跟着受了 这么多冤枉气 那我那时候从小最大的心愿 就是要我妈妈高兴 那我哥哥姐姐 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就拼命去做 而且找借口去做 不好意思直接去做 就找借口去做 我妈妈高兴了 全家就会高兴了 我就觉得 我生活得很有意义 我就想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去做了这些事情 他们高兴 其实我是最高兴的那个 然后呢就是长大了 读高中也是就是莫名其妙的 我就能进到最好的高中 大学也能进到很理想的大学 出来工作也能进到很好的 出来工作也能进到最好的 当时中国最好的单位 就是进出口公司 就每年可以出国的 人家一个月才拿五六十块钱工资 我们一出国 就可以拿三万块的那种 然后呢我觉得 我想嫁的 我喜欢的人 我又可以跟他结婚 我觉得一路就很顺利 所以我觉得 我说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一路好像有求必应 一路就很顺利 以后想赚钱 那时候我觉得赚钱也 怎么花都花不完 一路就很顺利 可是后来 可是忙完了以后 有时候觉得 还是有那个空虚 我就觉得 我好像还是没有明白 人生的目标 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就是赚钱每天开心吗 就是 还是有那个困惑 然后1995年就来了美国 然后在纽约那几年 就是因为也没有找到 真的没有找到家 没有找到灵性的家 我一直在找 我发现我一直在找 可是那时候没有找到 因为可能是那时候 我的专注 在孩子身上 在先生身上 在声音上面 就没有 没有 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一直到 后来来的加州 99年来的加州 那两千年 我就受洗支撑了基督徒 我第一次进教会的时候 他们正在讲 那个耶稣受难的故事 就是 我当时就被耶稣在 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人家要钉死他 钉死他 他的血血一滴滴往下流的时候 他还在求天赋 遥述 这些无知的人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我那时候就觉得 因为我在纽约也经历过 就是对别人特别好 可是又被别人伤害 然后我慢慢慢慢 从刚开始每天早上很生气 诅咒他们 到慢慢我意识到 教授我诅咒他们 就是诅咒我自己 我要原谅他们 要谣述他们 我要去帮他们 不管他们对我多少伤害 因为我有这个经历 所以我当我第一次 听到耶稣的故事 我就非常感动 我说那我当场就表示 我要受洗 然后我就成为基督徒 然后今天几年特别兴奋 就到这个牧师 就是在一个教会待断时间后 发现在一个教会待断时间 我就觉得这个牧师讲的很好 可是呢 我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然后又换到另外一个教会 另外教会讲的牧师讲的也很好 但是好像还有些 还有些东西我要找的没找到 我一直这么换换换的 大概有十个八个教会 然后后来 后来又去到 又去了 就是Rick Warren的那个教会 就写那个标杆人生 The Purpose of July 的那本书 那个牧师 就是那个奥巴马救治典礼上面 他上去祷告的那位牧师 我就去那个教会 我觉得收获特别大 就是他就讲的是 我看到那本书 就是人生的 就标杆人生 就讲了The Purpose of Life 然后我就觉得 我说原来人生的目标 就是我们活在世上 就不断的要对别人好 这样才能体现到 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 那这样子就可以上天堂 可是我后来我就想 那我上天堂又怎么样呢 我上天堂只是我一个人好啊 那我的家人怎么办呢 我亲戚朋友怎么办呢 因为我觉得我从来就是把别人看得比我自己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上了天堂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一分没有解决 所以我后来又换到 又去了清海无上师的道场去看过 可是我发现这些灵性的大师们 我觉得好像都在瞎着摸像 他摸到那部分都对 可是好像我要找的还不只是这些 所以后来到了2005年 我就在有一次那个自然疗法的讲座上面 因为那时候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自然的东西 然后我就开始研究中医啊 什么一些东西 我就觉得对跟人体有关的东西 我都有兴趣 我就是开始接触这些东西 然后就有一次那个自然疗法讲座上面 就有个那个主讲人 他其实就提到说欧美现在有个叫那个量子 量子仪器 然后呢 他讲的就是可以 就是三五分钟 你就可以测出身体所有的毛病 然后呢他当时最感兴趣的就是说 好像不知道怎么的那个能量就从天上就下来了 就跟上面就连线了 就是这句话吸引了我 我说那我一定要去买 我说才就两万多美金嘛 我说那我就去买 我当时马上就上网去找 就找到了 以后买的这个仪器 那这个仪器量子仪学是以那个量子力学为基础的 以后呢我就去看些量子力学的书 看那量子 那量子力学是什么 量子是能量的最小的一个单位 那量子力学它是 它不是研究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 它是研究这个世界里面的能量是如何运作的 那就在量子力学当中 我就我就无意中就发现 哦原来这个世界 除了我们看那样摸得着的物质以外 还有背后有个更强大的 是看不见摸不着那个能量世界 我那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兴奋 我觉得我的世界一下就变大了 我人就变聪明了 我觉得原来是 因为我在联系到我自己的肉体 假如说我一直 因为过去几十年 我一直在失落 一直没有寻找 没有找到我要找的东西 一直在失落的时候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想活的 我有这个肉体又怎么样 假如说我灵魂是不快乐 我根本就不想要这个生命 因为我每天我不知道活的是为什么 活的难道就是 就到老了要死 死了以后你想要拍的端材 把它埋在地里面 过了两三年一打开 就像几块骨头了 整个人都不见了 那挺可怕的 所以我后来 就在那个量子力学里面 我就看到 我说原来是那个灵魂 我们看不见的能量世界 是主宰着我们这个肉体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兴奋 但是那也是停留在了解 知道了一个秘密一样 就是很高兴 可是反正跟我自己 也没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就兴奋过了两三年以后 到了09年 20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的心 越来越 越来越脆弱 一点点压力 就开始忧虑啊 就开始每天也是不开心的 我那时候就觉得 哎呀我真的是要去找地方 去打坐 我就说静心 因为我觉得我的心很浮躁 我的心的内心力量不够大 那我就必须去强心 那我想强心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去静心 我就找 其实我在05,06,07年 陆陆续续续 其实一直都在找 那20年和01年的时候 就特别强烈 我自己就去买了很多书 我想说 因为我之前找过很多地方 都是用英文教的 我想这个东西 是我们古老的东方的智慧 我为什么跟美国人学 因为我觉得学了好像 好像那不是我要找的 我就一直一直换的地方 又有的地方 后来最后我连 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 是我自己有问题 还是别人有问题 我觉得我真的得了 那个叫 spiritual ADD 我真的有 ADD 可是那个是灵性方面的 ADD 我不断的换 不断的换 一直到去年 真的是第一天碰到 金明石真话当然世界 就是10月28号那天 我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位instructor 因为我之前碰过很多很多instructor 我去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 每年的那个叫 一种叫什么 像New Age Movement 新时代的那些 他们在这个show 那个show 我都去参加 我都去看 可是我发现金明石真 是我 有史以来在美国 碰到的instructor 里面是最有智慧 最有情和力 最nice的一个人 我第一天看到金明石真 我真的觉得 像看到家里面的熊掌一样 然后还有Dunner世界 非常非常有爱心 随便我说什么东西 他都不介意 因为我当时 我是带着一身的赤过来的 因为我在每个教会 因为那些到那些教会的 那个稍微年长一点的 那些那些弟兄姐妹们 他们总是批评我 因为我总是跟他们辩论 因为他说 我有时候我去 我说去接触些别的东西 都得了解 他们说你不好好读经 不好好祷告 你会被撒旦带走的 然后他说 我说我不去了解 我怎么知道 这个是唯一的真理呢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要去找真理的 我是来找神 我不是来找人的 然后他们总是批评我 说不好好读经 不好好祷告 他说我根本就不需要去辨别 哪个是伪超 我只要知道 我手上拿的这个真超 长的这个样子 那真超长的 其他的肯定就是伪超 我觉得我就挺牙尖嘴利的 我就去顶撞他 我说你拿的那个是美金的真超 我拿这个人民币也是真超 我说真的钱不是只有一种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达 你不能因为你这个美金是真的 你就否定 因为那个台币那个银银银银币就是假的 都是真的 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了金行聚会的那些交友 因为我不满意 我就到处找 所以当我真的 第一次见到金明孙和当了世界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人群就是我要找的 这么谦卑 这么有智慧的还这么谦卑 我在想着弟子都这么厉害了 背后那个师父肯定更不得了 以后我就从那天开始 有课我就去上 有课我就去上 哪有课就哪里去上 因为我很想念 我觉得我耽误不起了 我找了几十年 我现在再找不到 再找不到 我这辈子就完蛋了 然后因为我想说人群是我要找的 可是里面的内容是怎么样 我要去体验 所以我就要尽快体验 我发现 我说我不能再花一两年时间 再试这个地方那个地方 我必须在几个月之间 我要判断出这个是不是我要找的 不是我要找的 我赶紧换 以后我就发现 我一开始打坐 哇各种各样的感应就来了 以后我就发现 我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小我在摆弄我两条腿 整天这么盘了这么盘 我坐飞机都是盘腿做的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是我现在知道了 就是为了今天 感应第一次让我很震撼的 就是台湾开大法会就那一次 就是我记得就在金明师兄家打坐 然后我坐下来 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 我已经接到很多很多光 我觉得 我整个头部都在震动 整个喉咙都在震动 那个发言地方 那个光 就是不停地进来 然后到处都是蓝白色的光 然后我就觉得 我说天哪 我说那个师傅太厉害了 因为我知道 我那个量子仪器上面 我知道就是有时候 我在加州 我妈妈在中国 我用我的仪器就可以测到我妈妈的能量 只要有共振 只要那个频率是对得上的 就像手机 我只要这个手机 我只要拨通了 彼岸的那个手机的号码 就是频率就调对了 我们就能听到声音一样的原理 可是当时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师傅也太神了 我这么远怎么能都收到 我当时 我当时后来跟确实师兄说 我说 我第一次分享 我跟确实师兄说 我说那是因为师傅的 发出的是光 光波 光波的波长是最短的 以后呢 它的传透力是最强的 所以它传播是最快的 我说那么快 师傅的那些光 就以光速就传递过来了 我第一次感想是这样 可是后来 我慢慢再去研究 那个就是那个量子力学里面 有个non-locality的时候 我就发现 根本不需要光波 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家的 然后呢 我只要跟师傅 有相同的频率 哪怕是师傅 师傅是当时我的当时的清净度 我想大概百分之十都不到 可是因为师傅的能量很强 我哪怕是接到百分之五 我已经这边已经不得了了 那个感应 因为我修行 才短短 那时候才一个多月时间 以后我还很不清静 我的管道还不是很痛 所以师傅稍微有百分之一的能量进来 我整个身体已经像被电子 好像已经通电 已经不得了了 所以后来我就知道 原来师傅的能量 不需要以光波的速度来传送 而是说当我们去 因为我从量子力写里面知道 就两个例子 一个是A 一个是B 当A 当A 反应的时候 有反应的时候 B只要跟他 只要有那个意愿跟他 要公正的时候 他马上就能够接到 我们一个 那个例子是 有些游离 我们这个宇宙 有百分之九十五的能量 是处于那个游离态的 是处于游离态的 然后 然后它一直 其实是漫无目的的 一直在游荡 一直在飘游 可是当我们去观察它的时候 它就冲着我们显现 所以就说 师傅的能量 只要我们 我们不管在世界上 任何一个角落 在哪个dimension 只要我们有心 要跟师傅相应 我们马上就能接到 师傅的能量 所以我就那次体验 就给我信心特别特别大 我当时我就知道 我这辈子真的是找到了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 然后 金明师兄和 那个 当然是也给我介绍很多 师傅的 很舒胜的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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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方法来帮我们的 那我都去试了 真的非常非常神奇 这部分大家谁也有心跳了解 让我们私下再好好去分享 然后反正我就觉得 其实这么久 我觉得我自己的 身心灵的能量都在提升 那身体那部分是最简单的 最快感应的了 这个就不必说了 我想各位都有非常深的体验 那我心灵方面 我觉得天天都是非常发起 天天都是都特别开心 那我觉得灵性方面 我觉得当我的灵性高的时候 我遇到的全是高人 我灵性越高 遇到的人就越高 能量就越高 我觉得现在我 我现在天天 我觉得我生命天天都在改变 天天都在经历着 Miracle 我真的觉得可以用 Miracle这个词来形容 假如说有词 其实这个词形容还是不够的 很多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修的这一脉的 神奇的东西 真的是不是 我用语言可以表达的 然后还有这次 就是我暑假的时候 我回了中国 然后中间有个礼拜 就是本来我想说 因为我在 在回去中国之前 但离开 离开美国之前 我最后师父那几堂课 我就觉得 师父讲到哪里 我就哪里有感应 以后我真的觉得师父 每句话都是对我说的 我就说 那我 我想 我说我不想错过师父 任何一堂课 我说我去台湾上 我说正好 我 9月16 6月9号的时候 我还在担心 我说6月22号的课怎么办 我6月17号要回中国 我说6月22号的课怎么办 结果没想到6月16号 就师父说的课 延到6月底了 后来 我说哎呀 太棒了 后来我回到中国 我回去中国之前 我就跟经理师兄说 我说我去台湾 我要去上师父的课 然后回到中国 后来就去 就到台湾 但是回去 但是到了 到了台湾以后呢 我那时候就真的就有个感觉 去台湾之前一天 我就有个感觉 我觉得我的功德非常不够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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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愧见师父 我觉得好像 可是我也不知道 我这次去台湾是干什么 后来我当时想 我就想拜访 这位师兄 那位师姐 因为听说 这个师姐身体又不是很好 那个师姐身体又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 我特别想见韵文师姐 特别想见小妈妈 然后也特别想见 华明师兄家的长师姐 我就觉得 我好像跟师姐 特别有缘分 我就想说 我要见这些师姐 以后呢 我就拿着 我那个量子仪器 我说我起码可以 三五分钟 可以帮他们检测身体 以后又扛着一大包 大包小包的 各种各样的 是世界最顶级的 拿过诺贝尔奖的 科学家亲手帮我 做的很多 很多很厉害的 那个营养品 保健品之类 我就扛着这些东西过去 我就说 我要帮这个师姐测 看看她的身体怎么样 帮那个测怎么样 以后呢 我想怎么去帮他们 结果我到了台湾以后 我刚开始是很兴奋 后来很感动 最后很羞愧 为什么羞愧 就是 我第一天看到 那个长师姐的时候呢 因为之前 我没去之前 静明师从安慰师姐说 长师姐因为 她可能就是 工作压力大 还是什么的 成立有个 得过抑郁症 那可能现在就是 有部分的脑神经 可能有一些 堵塞啊 有什么 那我那个仪器 就是 半分钟 我就可以帮她 做脑部扫描 哪里神经 现在被压了 哪个地方有堵了 我都能够清清楚楚 以后就还可以 输能量 帮她打通 结果我第一天 看到长师姐的时候 我没有去之前 静明师从那段时间上课 因为师父讲 纯真至善完美 那静明师从曾经问过 我们 你们还有没有 谁相信 世界上还有纯真至善完美 我说我不相信 我很久找不到了 可是我到了台湾 我看到长师姐的时候 我觉得得意欲证的 那个是我不是她 我真的站在身上 看到什么叫 纯真至善完美 什么叫念念 都是善念 她真的从头大脚 她没有见到我 听说我要去 她已经帮我 打好两条围巾了 以后她现在 正在赶着 要在冬天 加到冬天来之前 帮我织好毛衣 所以 所以我真的觉得 真的是 非常非常羞愧 还有很多很多 在台湾经历的 很多很感人的 然后最让我感动的 就是明年师姐 讲的师父的故事 他说师父在 到了金门 看到那个地方的亡灵 看到黑牙牙 或黑乌乌的一片 黑牙牙的一片 师父当场桥渡 然后结果那天晚上师父 因为明年师姐 讲这个故事 就是说当个民事 是多么的不容易 要承担这么多 众生的业力 就是师父那天晚上 牙痛 痛得不行 然后那个血一直往外冒 怎么止都止不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 嘴巴一张开 里面全是血块 我那时候听了 我那时候真的一直在 一直在流泪 我那时候我就有个心愿 我就说 我要快快成长 我要多多行功德 快快成长 因为黄明师兄告诉我 真正成长 是在行功德当中 而不是说坐着你修 你就能够成长得快 是在行的当中 我说那我要补功德 我要我要多多 多多去行功德 然后我就想快快成长 我希望有一天 我能够有大大的能量 能够帮师父分担 哪怕是那么一点点 这是我最大的信念 因为时间关系 然后我要把时间 留给其他师父师姐们 更精彩的分享 谢谢